四月财气爆发生肖排行榜 今天必转 好运连连 第一名 生肖蛇 事业 龙凤和鸣 气恩爱 感情和和 才望夜星 运势大吉 财运 财星高照 偏财大旺 感情 感情和美 夫妻恩爱 健康 健康无忧 身心康态 鼠蛇人偶有冷博之心 不能热情 对待身边的朋友和亲戚 但是齐心赤诚 日久方可见 他们有超强的目标性 人生从来都不会迷茫 当其他人 在为人生的前路 而忧愁徘徊之时 他们则能够勇往直前 找准方向行大运 四月之后 其运势大发 将如洪流一般迅猛 无数财富流入家中 家里的喜气缠绕 连日不绝 第二名 生肖龙 事业 整体运势大号 三合贵人入命 加上有青龙出现 强身望运 在钱财与事业上 将是一个多有收获的一个月 财运 财运大涨 喜庆吉祥 天财大好 等住赢钱 感情 夫妻恩爱 感情和美 健康 身心康态 生肖龙 在今年四月 会有三合贵人出现 因此各方面的运势 都非常不错 发展顺风顺水 再是夜上肖龙的 合作机会有很多 在贵人帮助下 很容易能得到 领导的认可和其中 肖龙本来性格 就比较大气 不计较 所以人缘极好 再是夜上人脉也极其广阔 更加利于事业拓展 年底前肖龙人桃花运也不错 年底的良机很利于婚姻嫁娶 第三名 生肖羊 事业 核心照临的好势头 有三核心助力 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财运 钱财滚滚 财气旺盛 感情 感情和血 健康 健康无忧 四月开始 蜀羊人将步入三核贵人之几月 好运气围绕在身边 财运高涨 事事如意 四月财运高涨 对金钱的渴望 前所未有的强烈 行动起来可得到丰厚的回报 上班者奖金拿不停 副业也会有进账 做生意者客户会主动找你合作 订单多的竖不过来 何其生财 第四名 生肖猴 属猴的人向来脾气很好 智慧比常人高 直言不讳 不喜欢拐弯抹角 早前一段时间 采听官吴 吉星照耀 因此命中浮旺 但财运欠佳 自身辛苦受累 但赚得不多 四月起 运势上上千 自身财路大概 总能吸引一些好的机会 和贵人们的相助 在好运加持下 大把大把赚大钱 家业将会积累得越来越雄厚 另外生肖猴的人当机遇来了 要懂得去把握紧利就好 第五名 生肖猫 生肖猫在今年四月 这个时间横财方面表现有矣 尤其是到了年末 事业上 生活上会有惊喜 或许是升职加薪 拿到意想不到的业绩奖金 或是脱单恋爱 熟人 朋友之中一定会有 意想不到的财机带给你 即使不一夜暴富 也能大赚一笔 惊喜之余 更会格外受财神爷眷顾 赚钱能力表现会越来越棒 所以鸡宝宝拭目以待吧 第六名 属狗人 属狗人四月将步入路和贵人 观星大望之大吉月 做事有魄力 工作勤奋 努力 升职有望 本月正财运文件 经商者会在贵人的帮助下 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 令人羡慕的财运到了 果断投入可有大回报 上班者收入方面有明显的上涨 业绩提成 奖金等收入让生活品质得到提高 有钱花 随便花 开心不已 第七名 生效术 属鼠人自身的总体运势 虽然算不上特别好 但是整体来看事业上 还是在稳定进步 自己的工作上也会比较辛苦 收入能够稳定增长 属鼠人今年四月运势如虎 横财运大概 前途一片光明 生效术财运亨通走大运 生意兴隆走四海 男的生之加薪 生官发财 女的大发横财 财员滚滚 第八名 生效虎 熟虎者可以明显感受到 今年四月运势要比之前好很多 各方面进步都非常明显 谋财之路进展也十分顺利 除了在政财上有所收获 投资上也常处利好消息 自然而然钱包就鼓起来 当然这一切与身边的贵人脱不了关系 所以多增强人脉吧 财神向你笑住点点头 富贵荣华跟你走 迎降内福 财员广进 今年一定不必为钱筹 财员不绝好财头 转转转 涨涨涨 招财尽宝 建财佛代表接收了财富 财到运到钱到 记得要转发 今年肯定发 佛光普照 外事大吉 见佛者立即转发 福寿安康 家宅平安 世事顺利 念句阿弥佛陀 消灾解难 消业障 待平安 据说 凡是收到者 皆可发财 阅读者 会发大财 转告者 会发聚财 转发者 会有万贯家财 保存者 这一生的财富用 也用不完 花也花不尽 一生永远不缺钱 祝你财员滚滚来 在四月份清明之后 生效机的财运 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运气不好 干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也赚不到什么钱 到现在时来运转 财运傍身 口袋不缺钱 旺盛的财运 给生活带来 极好的运气 外事顺心 钱财不愁 生活富足 第七名 生效兔 属兔的人 在今年四月 有福气 有财气 事业心强 工作努力 做事踏实认真 注定能赚的 大笔金钱 多得财神眷顾 贵人从天而降 财神八方 不仅能够把生意 经营得红红火火 而且有很不错的人脉关系 他们属于典型的乐天亲人派 一天比一天赚钱 最终财运丰厚 万事如意 第六名 生效马 属马的人个性耿直 今年整体越市区好 但是最近几个月 在市业上仍然有小人捣乱 所以说只能忍到清明节后运势 就会开始好转 工作上将会出现好的变化 有贵人暗中相助 财运也直线上升 收入暴涨 存款变多 第五名 生效兔 属兔的人温柔似水 今年的运势呈现出先差后好的趋势 前几个月有亏损的情况 但到了清明节后运势越来越旺 尤其是是业上发展机会多 是业运能带往财运 所以只要手中掌握权力 那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财送上门 第四名 生效兔 属狗的人正值讲义气 今年在运势上的表现有些曲折 容易大起大落 需要防范有漏财情况 到了清明节后财运开始好转 但仍然不可进行投机性质的投资 容易耗损钱财 正是工作的收入提升 今年有望买车买房 日子过得美滋滋 第三名 生效养 生效养的运势 在清明之后会有一个大转折 时来运转的机会就在四月份 好运让你会有不错的财运 赚取足够的钱财 让生活变得更好 有财运傍身的日子 事业也会蒸蒸日上 收入翻倍 口袋不缺墨钱化 这是一个良性发展的结果 珍惜财运旺盛时候带来的机会 下一次财运旺盛的日子 也会来的更快一些 第二名 生效鼠 鼠鼠的人天生富贵命 所以一般来说运势都还不错 尤其是在清明过后好事 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 而且通过清明小长假的养精蓄锐 你们的运势就会有突飞猛进的变化 财运也是一堆接着一堆 尤其是对那些刚处在创业期间和想换工作的生效鼠 来说机会特别多 你们会碰到心仪的专案或是买意的工作 所以好好加油吧 第一名 生效鼠 生效鼠天生命里容易大起大落 生活也好 事业也好 总是会经历一番彻骨寒 才会迎来一阵梅花扑鼻香 在今年的清明之后 生效鼠的财运慢慢回南 时来运转的财运分外旺盛 尤其是正财方面 事业上的收入频频收到意外之息 钱财多多 收入了得 有财运傍身 财务状态一片明朗 求财更加容易 继续